全新的人行道不但孩子们每天上放学更安全 因为锦铃金融市场也让买菜散布的民众有更平整的通行空间 不过全新的人行道锦铃金融国小围墙边 老旧墙面上的瓷砖都出现剥落严重的状况 还因为泥水不断的流下来显得脏污 所以里长就希望能够美化 锦铃国这些围墙已经建好到现在都已经28年了 所以好像已经老化了 我意思就是看我今天带到高雄的这边 同意我们来做 如果时间我们的情话中心来做一个立美化 然后来到博多爱的便宜 哭得漂亮 让我们大人不买菜 才是要运动 都会更好 环境会更好 那我们这个通学廊在白玉园的协助之下 建置的已经非常漂亮了 那也提供我们北风里的里民 这样进出是非常的顺畅 不过由于我们这边的围墙上面的瓷砖剥落 影响观瞻以及排水的都不分 人行道在去年我们已经整个完工了 然后也方便了这边周边 不管是买菜的还是通学路郎 就小朋友上下课也都变得比较安全 前一阵子我们也跟交通局相关单位商量 把这个红绿灯把它架设起来 希望未来这边进出可以更安全 那今天主要是来说围墙其实有一些斑驳 然后很多的瓷砖都掉落了 在结果成情后 22号上午 议员白佩璐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只见墙面上的瓷砖剥落东一块西一块 另外就是围墙边 因为昨天下雨还积了两大滩的水 现场要求一并改善 就希望说教育局在去年有来会开 然后今年是不是可以再来研议看看 用比较深色的洗湿纸的方式 比较简单敏湿纸的方式 把这个围墙做适时的修复 然后地上有一些 因为昨天其实风雨很大 然后就今天来就看到整个地上 有两处的积水 我们希望说这个泄水坡 也可以再重新的来改善 那主要的经费可能都还要经过概算 然后希望说在这个经费 这个沽好之后 整个工程在经费下来之后 可以顺利的来进行 中心路测靠近金融市场 除了学童上放学 平时买菜还有运动的人也越来越多 所以惠刊也要求尽快做改善 让通行环境更舒适 学童的通学路郎更安全好走 就成惠灵 戏指采访宝道 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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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